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由脑部将这些感觉统合之后 再让身体做出适当的反应 而这些各样感觉需要互相磨合 互相了解 进而整合 身体的运作才能顺利 在七个感官中 触觉 前听觉和本体觉 称之为三大主要感觉系统 世界各地知名的教育理念 意大利的蒙特索利 瑞吉欧 德国的华德福 美国的高瞻 和纽西兰的特瓦奇 他们都提到启发七个感官的重要性 另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孩子最需要的游戏 孩子与生俱来 游戏 玩的能力 是不能被磨灭的 在《七感游戏教养》这本书当中 我分享了许多创意的感官游戏 让孩子越玩越聪明 当中有50个游戏提案 105个启发感官的技巧 来提升幼儿的各方面学习 只要一些家中随手可得的材料 再加上父母们一些时间 就可以让这些游戏变得非常有意义